老师呢,您不管是从你现有的影片 手机传进来,透过它录影,是不是都可以 甚至呢,你直接告诉他 我就是用AI语音帮我做,这样也OK 那图文成片就是这个 像刚刚老师那边有的就是这种 你看我按下去 好,这个我先不要,我先跟老师讲一下 因为待会进去大家都一样 好,你看,来,你看一下这里图文成片 再看一下,来,这个位置 品质,新项目 对,所以这个小朋友来创作就很快 有没有,有一个透过文字制作影片 用过检印的,叫做图文成片 看下去 那你的专案要不要保存,你自己决定 好,就先不保存 好,进来了,它第一件事情 我们上面是不是有三个动作 一二三,先选择比例 好,我就16比9,OK,下一步 再来你的影片是什么风格的 这里就会有AI的哦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 你看你要这一种还是儿童的 好,我们就用儿童的 所以以后你知道那个line里面 很多影片知道怎么做的 有没有,很多人会传一些一些 比如说历史格言啊,还是什么故事啊 就是像这样子 我先给各位看一下,因为这个其实就是 在我youtube上有人问我的一个问题 我看一下,有这个 这个就是他问我的问题 就是他平常的做法是这样子 来,我们看一下 他说因为这是对岸的 还是香港的,我不知道 他自己是先写好文案 就跟老师刚刚的情况一样 但是他不想要用AI的语音 他想要自己录制 那如果他把这个声音直接导进去 我们刚刚不是有可以直接汇录声音吗 可是这样就没有画面 一定是 哈? 一定是就好了 所以啊 可是他如果用AI的方式产生图片 那又有AI的语音要去改 就不方便 这个 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他想要做的就 应该是这样讲的 我们直接看 他的那个内容给各位看一下 因为他在深层才会讲 对,来 这个是他做的 他 有没有是他 LINE上面常常收到这种 因为他希望的 他做的是就是 那个就是读书会的导读啊 那他读完了这个 可是他希望搭配的是他的声音 而不是AI产生的语音 但是他又希望怎么样 我如果知道声音比较频繁 对不对 那他又希望能够自动产生这些 包括影片啊 图片啊 那 你想看看 如果你用威力导演用剪映标准的那种 要做其实很麻烦 对 对不对 你要找很多图嘛 光找图 然后配 然后再 就很 很不OK 所以呢 呃 我就告诉他 其实可以用 Badu这边做 他只是少做一件事情 就是 我们用图文成片的时候 我可以选择怎么样 不产生 AI的语音 也就是说 我只要字幕进去 然后呢 我另外再 把我的 对录音再 去对就好 就是对那个字 对那个字 对 你可以这样录 也可以就是 你录好了 然后我进去里面切割就好了 没关系 老师 但是我们等一下看一下 这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这样 好 我先选好风格 对不对 好 下一步 接着你看 这里就是我们ChubGT哦 好 比如说我 呃 这是一个 呃 就是 好 比如说灰姑娘 灰姑娘的创新改编童话故事 不好意思哦 现在打字比较慢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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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现在都直接用语音书的 好 你看 然后接着 你就可以 看你要不要有你的剧本 如果你没有 有没有看到AI写作 对不对 来你看哦 我先按一下哦 这个就是 AI帮我们产生了 所以你的ChubGT就是移到这里来 对 所以你有两种选择啊 一个就是你已经有的放进去 第二个就是 哈哈 给他一个标题 或者你在这边打一点点字 他就帮你延伸出来 这样有没有的 好 如果你觉得这样不够 是 你知道的 继续讲下去 哈哈哈 AI就是这个地方最厉害 好 好的 重点在右手边 来我们看一下 你看 这里有没有AI的语音 有没有 啊 你的语音 是谁啊 然后呢 你的图片 他帮你生成的图片 要不要图像跟 影片 要不要包含背景音乐 音乐是什么类型的 这样有没有了解了 所以如果以刚刚我那个 网友问的 就是他不要这个就好了啦 那不要这个 就是有图 有影片 又有字幕 接着我是不是就把我的语音丢进去 录音档丢进去 再去切就好了 这样你了解了吗 嘿 这样就不然 他只要做语音的切就好了 好 那我这边先 直接先用他的 好 我们先试看看 你进去之后还可以再改 好 其实这个你不觉得 你用过检验就跟他一样吗 只是操作的步骤 还有画面 不一样而已 真的 好 剩下的 就是按下完成 好 然后你看他这边会帮你统计一下 你这个会生成21张 好 那我们可以100张 那我就按确定 完成 好了 剩下就是等待时间了 所以现在要做绘本 真的变简单了 而且重点是 不只是AI的语音可以换 刚刚他所产生的这些图片啊 影片 你都可以替换 那你也可以像我们一般 剪接软体一样 在上面再叠字 这个是叠一些图片 都可以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反正这个短短的很快 这样会不会以后 大家没有AI就不行了 他大概的 他潜入的那个 不会不会 其实还好 不会呢 因为他是用AI产生的 对对对 所以你知道我们用AI产生 每次都不一样 所以老师你们都可以先试看看 我们用这种方式 你来做剪接也很好 所以 用这个Viru 你会发现我们最重要的是 字幕真的要正确 好 字幕正确 你要对到影片 让我们剪辑就会很方便 然后另外 你看刚刚老师在这边 就是有发现 就是原本用Google 去做语音转录的效果很差 但是用我们那个什么 AI刚刚转录了 开玩笑 全部都对 对不对 大部分都对了 不敢说全部都对 所以你看 以前你看到 Google不行了 大概就觉得世界末日了 现在有AI之后 真的不一样 真的真的 所以很怕以后会变成电脑或者手机 没有AI就跟现在没有网络就说电脑坏掉 你不觉得吗 因为他帮你做太多了 对啊 好了 你听讲这我们好了 马上play一下 反正AI最会的就是呼隆 所以讲这种他很厉害了 对 哎 我们家的声音 好 来 等一下 等一下 他们也学会了改变自己并尊重他人 好 嗨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讲一个非常有趣的童话故事 是一个创新的改编版本 故事的名字叫做 这是一辉姑娘的创新改编童话故事 这样可以接受吗 那这张图不满意怎么办 来 你看 你滑鼠滑过去 有没有一个更换 我就可以更换 按一下 好 那你可以选择哦 选择什么 来 你看我们上面这里 是不是有个设定 因为你可以设定风格 有没有 好 你可以选择你是哪一种风格 他现在风格越来越多了 哦 风格 真的很多 然后第二个 你也可以根据颜色 比如说有些时候我可能要同一个色调的 你就可以选好颜色 那他会预设呢 就会根据你原本的字幕去产生这张图 可是你如果觉得这个字幕不适合 我就用另外的 比如说我们就给他 这个灰姑娘的故事 有了 有没有 然后我就直接查看结果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就是自己电脑上上传 好 那你看我们请他帮我们产生一下 那么在他产生的过程里面 除了在左手边会有以外 右手边他也会帮你找网路上免费的那个图库 或者是影片 那你滑鼠滑过去 你看哦 滑鼠滑过去这些免费的 来您看一下 他上面有没有跟我们那个CAMBA一样 有一个information 你看滑过去 有没有到一个information 你可以知道这张图片是来自哪里 有没有来自Pixer Bay Pixer Bay是不是免费的 这样老师用起来有没有比较安心一点 而且他都有告诉你来源在哪里 好 那你看 没有结果 所以你可以像这样子去产生出来 好 就替换 那除了这样子替换以外 我们还可以怎么样 如果我觉得在上面还要插入一些插画 你可以从上面这里 有没有发现这里有叫插入 你可以用自己的图片 GIF或影片 跌在上面也可以哦 影片可以跌在他的上面哦 那你也可以用他提供的免费的 他提供免费在这里 有没有 你可以直接按 你看一下我们右手边 有没有来自网路上的 对不对 那这里有一个倒是大家注意一下 GIFI应该老师可能都看过嘛 这个如果用在教学勉强可以啦 但是 是比较正式场合可能就会有版权问题 因为这个上面 它里面唯一有版权的主要就是这个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一些比如说名人的梗图啊 老师这个网站有用吗 可是其实你都会看到 都会看到就是 所以如果说你怕有版权问题 这个就不要用 那其他的包括他AI生成的那些都不会有版权上的问题 所以你看哦 我先找一个放进来 假设我放一个笑脸 你看这样是笑脸就放进来了 有没有就是好像图层这样就叠在上面 好你可以像这样 那甚至他可以做动画 你看这里 在这边 你在插入的图片的右手边 有没有一个动画 有比较简单的动画 放大的滑过去是不是都有了 跟CAMBA有像吧 CAMBA的动画是不是滑过去就有了 一样你就可以在这边自己做 这样OK 好所以除了这个 你还想要加入一些文字也可以哦 你看我们假设我在这一段插入这边 上面这边 有没有所谓的基本文字跟设计文字 设计文本 这个就是比较像美工字 美工效果比较多一点 这个就是比较像字幕 所以如果你要这个点下去 一样会出现在右手边 你看 有没有一些 比较美工的东西就跑出来了 你就可以直接套用啊 比如说我要这个 好点一下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讲一个非常有趣的童话故事 是一个创新的改编版本 这样OK 好所以比如说这个叫做童话故事 类似像这样你就可以直接拿进来 好 那它本身这个字型啊 字型可以抓你电脑的 所以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好 就是说除非你有比较特殊 有版权问题的 不然这样就可以 好 OK 好所以您可以透过这样子 那像这样子就会发现说它编辑很方便 那如果你觉得它的这个字幕太长了 老师应该知道怎么做按Enter Enter是不是就换它 这里 你看这里 好 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非常有趣的童话故事 好 到这里 Enter 这样有没有就有第二行 对不对 第一段 第二段 然后你的图你就可以自己再换 或者你要延续也没关系嘛 是不是也可以 OK 然后语音的部分 如果名不满意 你可以修改语音 因为我们刚刚用的是它的所谓的纸墨 你可以这里面有其他的 你可以来选 可以来选这样子 老师有没有感觉到它真的 有它编辑的一个方便性 好 那它还有一个蛮不错的设计是在它的右手边 您看一下它的右手边 有没有发现 我这个片段里面有用的什么东西 有没有都出现在这里 我有一张这个 再加上背景音乐 再加上文字 这都看到了 我就不会选错了 对不对 除了这里可以看到 你也可以看到哪里 在这个页面的下方 在这里 有没有发现这里也有 有没有看到 就是你点到这个片段 里面有包含什么东西 是这里也看得到 而且很重要的 如果来你看 我们找这一张好了 找这个 我刚刚是不是在这里有加了一张笑脸 可是笑脸如果我现在是不是只放在这个片段而已 我可不可以延伸 假设我两个片段三个片段都需要它 那你就可以看到 你看我点到它的时候 在这里 有没有这里有一个调整 有没有看到 你可以自己拉 也可以从这边调整 我要靠用到哪里 直接比如说我要五个地方有来 我先缩小一点 你看得比较清楚 你看我往下了 有没有这样可以拖印 那我也可以直接输入 好我现在是3 直接到5 应用 等一下等一下 这样是移动 修改适用片段 从目前到结束 应用到单词 直接输 这样不行 来 然后3到8 或者3到5 这样 这样是不是就整段了 这三个片段都会看到它 这样可以 好 那背景音乐 你看这里有背景音乐 这个就是适用到全部的 有没有可以调整音量 嗯 好 所以这样子是不是就 你的这个文本 我的内容就有了 就像这样 这是最基本的 等一下我们还可以加上片头跟片尾 对对对 好 所以老师您可以先玩玩看 先体验一下 因为我觉得 Beru一直让我们 觉得说很惊喜的是 它有很多的这些功能 是不断的加进来 而且它更新速度很快 更新速度很快 所以你可能大概一段时间 大概一两个礼拜 又有一个新的版本 又有一个新的版本 所以你打开的时候 它都会提醒你 有新版本 要不要更新这样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